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它可能将来 还让你一直知道 那个原貌是什么 在1988年的 还有呢 我家呢 就会有一张 复制品 300年以后 居然比那个原版的 还漂亮 那我也不去法国参观 因为我看来 也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复制动物为什么 逻辑上是对的 我一直讲 因为复制动物 其实上我们是 很尊重上帝的创作 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 管理情况下 居然把上帝 这么美好的创作 都把它消失掉 那这不是很严重吗 所以我们现在 就很愿意说 我们尊重上帝的创作 希望这个生物 不要在世界上消失掉 让我们来做复制 就像你做个决定 把毕卡索的话 做个复制 看上去好像 这个事情是要 是不是很对吗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 枪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现在 有很多动物要绝种的 我们用复制的技术来做 其他人是好的 可是为什么复制人不行 这其他人蛮简单的 我有一次问学生说 复制动物竟然是 很逻辑蛮好的 因为你复制完以后 你不会杀它 你想利它 你天天还要把它 取名什么团团圆圆 宝贝的钥匙 我有时候都很嫉妒团团圆圆 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 一大堆人 人太多了 所以人类不会因为绝种 才要去复制 人是最多的 将来所有的动物都绝种 我们人还很多 所以不会因为绝种 我们要去复制 所以我常常问他们说 那你要复制干什么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 老师我想想看 原来就是要预备一个备胎 做一个人跟我一样 那我可能偷他的心肝 来补我自己 让我活久 那这不是利他 所以很多人就不能够接受 还有一件事就是 动物的复制技术 你做了几百个几千个 很可能只有一个成功 如果技术不是完备的时候 那动物你杀掉的话 没有道德问题 可是你做一个人复制的时候 如果真的做成 你一千个复制的 大部分都 九百九十几个都是 有缺陷 只有一个是成功 那请问你 他出来了以后 他是不是有宪法保障 他是不是很辛苦 社会成本是不是很高 那我们可以杀他吗 不能对不对 那这个就很严重的 伦理问题 所以全世界都不愿意复制 好 那我归纳一下 刚刚张老师讲了几个重要 他很赞成复制动物 复制动物本身保留 这个动物的各种的品种 如果能成功的话 算是厉害 是不是你也尊敬这样的人 但是复制人本身亲自到 我们谈到废弃物的问题 人不能变成废弃物 杜老师 我听说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客人偷偷在做复制人 他们觉得会产生伦理的问题 你有没有听说这样 都只是传说吧 我想一个正常的科学家 我想理论上 至少在现在这个 stage 应该是不至于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会复制器官呢 比如说不是一个整个人 他某些器官复制 可能吗 复制器官目前为止 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确实有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那现在只要能避开那些伦理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我也是蛮赞同张老师的看法 就是你要有一些利他的动机的话 其实是我是觉得是可以的 那现在因为基因这种stem cell 或者是这种技术进展 真的是非常的快 那刚开始引起很大的争议 是因为我们要把一些胚胎杀掉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技术发展出来 开始可以避开掉这些部分的需要 那若是有时间 我们可以详谈一些这方面的技术 那这样子能够避免掉一些 伦理上的争议的话 我是觉得在某些有限的条件的许可之下 又有良好的立法规范的条件之下 我觉得是应该是有他的未来 张老师也同意吗 就是说如果复制一些器官 可以用来医治利他的因素上 然后避免这种把胚胎杀掉 这种这个伦理的争议 您觉得现在目前的发展是怎么样 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看像你做个大同冰箱 你居然跟他讲说 你的那个胖不坏了 我没有背 然后你的电灯坏了 我也没有背 对不对 这样的话他不是觉得很糟糕吗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 以一个这个器官来讲 它是一个个体性的话 你可以整个换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 可是你复制器官并不代表 那个人一直会活下去 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神经和血管是很难换 就像一个大建筑 你一直换它的 换它的那个 那个胖部 那胖部很强 一挤的话 所有的水管都冒水了 还是会死掉 所以我们在对我器官上来讲 我一直想觉得 它是一个特别的设备 那你应该有 那你可以把它换一个心 换一个肝 从前我们对这些东西都很谨慎 从前巴拿德医生要做什么心脏移植 大家都反对 现在如果你不捐心脏的话 人家觉得你没有善心 可见大家的观念会慢慢改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用的都像 人工关节都是人工做的 或仿造人 但是如果将来可以在 基因跟钙细胞的发展上 能够有这样的进步的话 人类的这个治疗 可以做得更好 现在很多关节都用这个软骨 在外面放进去 还把钙细胞打下去 它就慢慢补好 可以补好 对啊 这是正确 对 这报告越来越 不过人类到底要活多久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永远都要活下去 这中间也是一个 值得我们的思考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在进行广告再回来 在进广告之前 我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就是在美国欧巴马 这个新的总统一上任以后 就签署了一个这个条约 过去不许总统不准许 利用这个联邦的经费 来支持干细胞 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在欧巴马的时代 就已经准许 我想这对整个美国的科学界 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待会我们再请我们老师 来跟我们分析 我们进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 欢迎再回到2100情报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议题 是非常的先进 科学家一直都在研究 这个胚胎干细胞 怎么样能够不断的精进 让人类的社会的未来 能够更好 特别是人类的 可以活得更健康一点 我们刚刚提到 美国新的总统欧巴马 签署了一套 这个用联邦的经费 来补助胚胎干细胞 他对这方面倒是 蛮先进的看法 张老师觉得呢 对 我相信他是正确 因为其实上 在布希的政府的情况下 他们将大部分的科学家 都给他非常严肃的建言 那不是因为 他的脑袋比较自私一点 那他有一些宗教家 其他并不是非常了解 那个所以他们就有些 很自私的观念 所以大部分的科学家 都很辛苦 他自私了 对 自私了 对 就是说 所以他对这个胚胎干细胞 并不是非常了解的情况下 他就认为这个好像都很不对 所以奥巴马却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希望就是 美国的联邦经费可以做 其上因为不去做那件事情 根本没有效果的 因为最多的就是 联邦经费是大家的税收来的 那不准去做 可是私人的经费还是照样做 像加州 他们就有特别经费去做 而且美国最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 美国一直都没办法 在这方面领先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大量经费 不让他们做的话 其他国家都在做的话 他其上是会落后 所以英国其上是非常大胆的 像那个威美先生做了复制洋的 他们很多的计划 都开始领先美国 尤其你看两个杂志 一个叫Science 一个Nature 你就知道Nature 是一直压着Science 美国科学很好 可是永远都超不过 因为英国其上是非常非常先进 所以他们现在改变一个方式 认为联邦经费可以去做 其上是想要后来 再赶快赶快挤起直追 我们问一下中研院 我们国内对于基因科技这方面的研究 在全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 什么要改进的 或是我们表现很好 其实我本身不是真的做干细胞的人 不过我们中研院 还有我觉得台湾其他地方 确实也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发现 好比像我们的同僚 像那个在分身所的 那个我们叫做James Sham 沈泽坤老师 他实际上在动物身上就发现 一些stem cell治疗 对Alzheimer 就是说老年失智症 这个动物的模型 确实是有效 那李宏 刚刚过世那个李宏老师 他也是发现一些stem cell的 therapy在stroke的病人身上 在中风的病人身上 确实有相当明显的效果 那这些结果很快都可以 应该是可以进入 临床的试验之中 那确实stem cell 目前对很多的疾病 看起来确实是有 蛮不错的疗效 我想在台湾也确实有一些 重要的发现 那将来或许 应该也在 对我们的整个现代的医疗 是会有重要的影响 你觉得我们政府 对这方面的支持 跟补助的情况怎么办 觉得是不是应该 再更多的来支持 当然每一个研究工作者 都希望能够有 更多的经费支持 不过我自己是觉得 我们的政府 在这方面的限制 其实并不像美国 在不需政府时代那么严格 所以应该是得到了 相当不错的支持 因为我们在生意所